不知道電路部分 跟中古各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那像剛剛很多人就是說 為什麼我房子常常 就是煮飯煮到一半 跳電 這個問題就是 它的負債量測試 它沒有 它的這個回路太多 回路太多 那最常發生的情況是 我的廚房跟我的工作陽台 居然是同一個回路 中古就是說我電線老舊 像我們就常常發生一個 這個前五組跟他講說 他兩三年前他才剛換電線 對很多都這樣 很多都這樣啊 中古他賣的時候 他說這個屋主前不久才換過 剛換剛換 但是你知道這個電線老舊 全是更新你知道多少錢嗎 30坪就要30萬 對差不多 如果整個加水電的話 起跳大概60萬以上吧 對對對 所以呢 當然這後面買的這個屋主 就當然就是我省到了 但是其實我們進去檢驗的時候 才發現他電線是舊的 可能1986年 可能比我年紀還大 嚇死人了 那我想說 中古屋就不能請 專業的團隊來驗嗎 沒有 中古屋才真正需要 其實在法律上 在法律上 中古屋還是可以主張權利 不是說只有新屋 才可以主張做這個房子有問題 中古屋如果 你說沒有漏水 實際上有漏水 那你還是可以告 所以不是說中古屋 就不能有任何瑕疵 不是這樣子的 剛剛芸汐問的 應該就是主張權利的這個部分 對 有一件案件是因為有厭惡公司的報告 沒有上法院 我們就幫這個我們的當事人 去爭取到50萬的修繕的賠償 對 這是真正的案例 這是真實的案例 就發生在林申北路的一個案件 所以呢 真的要厭惡 對